啊 风靡全球的精灵宝可梦 很快就要在今年 11 月 17 日 推出最新作品 《救急之日》 与《救急之月》 官方自然也是紧锣密鼓的宣传 在最新的影片当中 揭开了奈克·洛兹马的神秘面纱 原来游戏封面上就是 他分别吸收了传说宝可梦 索尔·加雷欧 以及路奈·亚拉之后的形态 被称为黄昏之宗 和佛小之义 还能够使用原本只有这两只神兽才会的招式 正是忠儿又杀气呢 至于和剧情有着重大关联的 《救急易兽》也有新面孔 代号是爆炸和堆砌 而且也和往常一样的奇形怪状 最后一段消息 则是关于目前在动画版中 大活耀的黄昏形态的棕炎狼人 他结合了白昼与黑夜的特征 并且藉由专用的Z纯晶 来使用全新岩石属性的Z招式 狼孝石牙具风暴 能够抵消各种场地效果 已经打定主意要游玩的朋友们 不妨早点预定游戏 因为这次的预购特点 就是能够进化成棕炎狼人的特殊炎狗狗 而且他还会使用金钱加倍的欢乐时光 让你赢架起跑线哦